讲量化宠物学堂单元 邀请阳光宠物医院负责人廖医师 教导民众如何考量宠物相关的绝育手术 与手术后如何照顾 我们刚刚讲到过一个月经 每个月经他们的癌症的可能性比较高 但是最近有一些新的research 有一些母狗 我知道他们过了一次月经 可能会有2%的乳腺癌症 但是过了一个月经的时候 你做结扎 其实会帮助他们一些腰的问题 书香访单元由快乐书屋负责人 埃里斯丘推荐小说《语尽长安》 所以这个谷就是很特别的谷 这就是这个作者他很厉害的 他种这个谷 他的谷种进去之后 他就必须要去 他可能就会看到第一个人 然后他就会认他为主 健康人生单元邀请嘉联太平医疗网 家庭科医师王甜甜 解说如何对抗高血脂与相关疾病 所以我们在帮病人验这个胆固醇的时候 我们都会验四项项目 一个是这个总胆固醇 一个这个是这个坏胆固醇LDL 一个是我们的血脂 三双甘牛脂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好胆固醇HDL 所以这几个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作用 呼吁毛小孩新手爸妈建立正确的医疗知识 认识绝育的好处和风险 讲量化本周六晚间八点起 新闻台首播周日同一时间超市无线台 34.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